说而来了 渣女的五大特征 你真的知道吗 帮学员鉴别渣女四百次的我 已经练成了火眼金睛 渣女休想掏过我的法眼 今天跟大家兄弟们总结一下 渣女的五点特征 中一条渣女物影 特别是最后一个 碰到了直接让你怀疑人生 不再相信爱情 防渣渣手机 男孩子一定要认真看完 别忘了点赞收藏 时刻提醒自己 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第一个 身边总是围绕着各式各样的男性朋友 对于这样的女生来说 她不会跟男生保持距离 和谁都是好朋友 和谁都可以约会 对于身边异性的示好 不主动的接受 但也不会拒绝 就这样让对方觉得有机会 就会一直围着她转 她也就有了更多的可能 你感觉你跟她比较暧昧 其实她跟别的男生也很暧昧 你想以对她好的方式 来拨得她的青睐 然而你付出的越多 最后得到的伤痛也是最多的 第二个 从来不拒绝你的物质上的给予 和精神上的付出 如果一个女生是喜欢你的 在你对她好的同时 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你 而渣女则是 对于所有的爱慕者的礼物 都是来者不拒 她觉得男生对自己好 是天经地义 觉得自己高人意的 在感情当中 只知道索取而从不付出 和这样的女生在一起 你会觉得十分的没有安全感 而且啊 因为 因为一直都是你在付出 如果你向她表达了你的不满 她就会跟你说 一切都是你主动给我的 又不是我主动让你要的 她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因为她从来都没有对你上过心 人生短暂啊 及时之损 第三个 她身边的关系错综复杂 对于一个渣女来说 她即便有男朋友了 她还可以有一个男闺蜜 小哥哥 或者是游戏里面的CP 她享受那种被形形色色的男生 关心和包围的感觉 更享受和男生保持亲密又暧昧的关系 同时呢又给男生一种只要再努力一下就能够在一起的希望 熟练的让每一个男生都心甘情愿的傻傻的为自己付出 第四个 对你弱急弱力 把你当成工具人 用到你是就会跟你很亲近 并且百般是好 可一旦你没有了利用价值便一脚踹开 这种女人的段位都很高 非常的善于伪装 功力上前的男生呢 会很难看破他们的真实类型 和男生在一起时啊 并非是因为喜欢 纯粹是为了利用别人 碰到有钱的就捞钱 有资源的就捞资源 等到男生没有利用价值了 就一脚踹开 这样的女人你最好不要碰 否则对你的人生将是一个致命打击 第五个 慢热心渣女 这种渣女是最恶心的 也是我最反感的 出去跟你聊天会很热情 也能约会 甚至愿意答应跟你看电影 可一旦AI到了推进关系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说 我比较慢热 我现在还不是很想谈恋爱 你慢热你早干嘛去了 你慢热你相什么亲 你慢热你就不要出来约会了好吗 你给了大兄弟们希望 又跟他们说慢热 这不是存心恶心人吗 喜欢就接受 不喜欢就拒绝 男生被拒绝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要说什么慢热 真的很恶心人 最后想说的是 现在渣女横行 绿茶当道 所以大兄弟们啊 出门在外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如果你想学习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要学习如何吸女生 让她倒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需要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X5388 我来帮助你 如果微信添加不上 请看我最新一期视频的结尾 即可获得最新联系方式哦 感谢观看